父子李中丸补不进的阳气搭配上这三个忠诚要把阳气补到根本 第一搭配金贵肾气丸 脾胃虽然是阳气生成之源 但肾阳更是阳气的根本 中医有个说法叫后天阳先天 这先天指的就是肾 而后天就是脾胃 所以阳需亏损累积到肾阳的人呢 单独参考父子李中丸 效果往往是比较差的 这时我们就可以搭配上金贵肾气丸 充氧肾阳暖命门 调理一些阳虚后出现的怕冷胃寒手脚膝盖发凉 腰酸腰痛吃不了凉的 否则容易拉肚子窜息甚至尿多 难咳下降等等问题 第二搭配学府主义丸 血得温则行 当我们体内阳气亏损 不能温暖血脉时往往容易导致血液流动变慢 而引起血淤的出现 血淤呢会阻碍气血运行 这就好比水管里的冰块 当它累积到一定程度 即使用热水也不能有效化解 因此如果你平时不光怕冷胃寒 小腹发凉 喜欢和热水脾胃交叉 还经常出现些身上刺痛 容易淤青等情况 嘴唇颜色也暗 舌面有淤点 小腿还有鱼鳞一样的斑点 那就需要把阳气补进去 那就需要搭配上学府主义丸 把体内现有的淤血给解决了 第三搭配湿灵白珠散 皮煮运化水湿 当皮阳虚不能运化水湿时 我们身上也容易出现湿气 中医认为世卫阴邪会阻碍阳气生发 同时困阻脾胃 影响脾胃消化吸收的能力 所以当体内存在湿气 我们出现了阳虚的症状 还伴随着四肢困重 头面爱出油 口淡口黏 大便吸糖不成形 黏腻等情况时 那想要把阳气补进去 还需要搭配上神灵白珠散 清扫水湿 把补羊的道路打扫干净 那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内容了 如果身体不适 建议弄清楚自己的情况 拿不准或者情况复杂时 最好线下就医 不要盲目跟风用药 我们下期再见